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另外一个重要的税 我刚讲的是2019年 2009年的移任税的下降 另外一个就是鼓励分离课税 2017年呢 又有一个税的改变 改变大概是这样的 就是说营业事业所得税 所以从17%增加到20% 这个我们也见过 我打一个勾 那最高的综合所得税的税率 从45%降到40% 这我也勉强接受 所谓的边际税率 因为我们的所得税是有积聚的 多少多少钱是科多少税率 多少多少钱是科多少税率 好像是1000万以上的 边际税率就转移至45 那你对应的十有钱人 他们远超过1000万 动不动上几亿 所以他们的边际税率 全部是45 45有什么坏处呢 45当然蛮高的了 45有一种坏处就是 就是如果你是薪资所得者 然后你是 你是很有名的工程师 台积电想要聘证工程师回来 那45%的税率 他不会考虑 你知道薪资所得者的所得税 一毛钱都逃不掉 一毛都逃不掉 那因此假设有一个联发科 联发科要聘一个技术长 那个技术长是全世界 也许是chip design最好的人 那他来薪水很高 一下来被课这么多 他会影响他的意愿 所以如果这个最高边际税率 必须是适用到那个人才 极为稀有的人才 要把它降低一点 我也可以同意 我刚讲的不是虚幻的例子 联发科的技术长 原来是quackle的技术长 那你想想看这是什么价码 如果是高通的技术长 这是什么样的价码 两税合一半数扣底 把它取消 好什么叫做两税合一 雅税合一就是 在1990几年 他的故事是这样的 就是说 我是台积电的经理 台积电今年赚了1000亿 那这1000亿就要克盈利事业所得税 那时候税率是25% 你看我们的盈所税 盈到从17变20 表示说在2017年的时候是17 但是在10年前盈所税是25% 又被降了 这个都不急了 就是台积电如果赚了1000亿 他要克盈利事业所得税 25% 就是250亿交代政府 那剩下来的钱呢 就要发给员工 薪资或者是 就是报酬啊 鼓励啊等等 鼓励 发给员工的鼓励 假设我是经理 鼓励呢就收到1000万 那这个或者是其他的红密 这1000万呢 有一种说法 说这里有重复课税 说我拿那公司赚钱的时候 我已经缴了25%的盈利事业所得税 那你现在分给我的钱 已经是缴缴25%的税了 你现在再要克我的所得税 就重复课税 所以那个时候就说两税合一 就是说 好啦好啦 你如果那边已经扣了25% 按照比例 你应该被克多少 我不是说全公司赚1000亿吗 我拿到1000万嘛 那我就是一亿 什么样的 十分之一 一千亿 一千万 这样做 一千亿 一千万 万分之一 万分之一 所以那个 我25%的税入是想50亿 万分之一是多少 那我觉得应该 搅我手的时候 把那个扣掉 懂吗 这叫做扣底 把那个括号重复的部分扣掉 你叫做扣底 但是扣 不是扣卷 不是扣一半 这叫做半数扣底 那原来那个半数扣底取消 其实这个 这个 不是很有道理的 才是重复课税的事情 十个有九个是 是智商157开根号的人讲 我不认为台积电的盈利事业所得税 克了25% 然后他在发放宏利的时候 我就在被克 叫做重复课税 我刚讲了 所有的税都是重复课税 为什么他不是重复课税 台积电为什么要克盈利事业所得税 我为什么要被克个人终合所得税 因为国家给这两个机构不同的服务 国家为什么要克我的税 因为给我服务 有一些服务叫做健保 有一些服务叫做 叫做什么 物证事务所的方便 有一些服务叫做邮局 有一些服务叫做电话 这是国家给我的服务 国家铺了很多光鲜等等 但是国家给我的服务 和国家给台积电的服务不一样 所以当然要克不同的税 台积电需要什么样的服务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 智慧财产检易法庭 智慧财产跟我一个批关系 智慧财产检易法庭 是服务台积电的 所以他们要付税 是为了支援那种服务 高速公路 开这么多县 有一部分是因为要运他的精源 不是吧 那运我的小客车我要克税 我小客车开我要克税我同意 那运他的精源 为什么要我克税 当然他要付税了 所以他付的税 是支持政府对他的服务 那我付的税 个人的税 是支持政府对我的服务 最重要重复克税 除非他的服务 跟我的服务 完全一样 才是重复克税 但他的服务 当然不是我的服务了 我有可能要去什么 婚姻啊 离婚啊 家那个法庭 对不对 台积电要什么 离婚结婚呢 公司是什么 离婚结婚 他完全不需要面对这个东西 所以公司所面对的国家服务 和个人所面对的国家服务 不一样 所以有盈利事业所得税 和个人中央所得税 因为这两个服务不一样 这两个东西 当然没有重复克税 OK 所以两税合一取消 半数扣地取消 不但全数不应该扣地 半数也不应该扣地 可以 那保留盈余加征10% 什么叫保留盈余呢 就是台积电占了1000亿 但是张宗摩说 今年我不要发放那么多鼓励 只用500亿来发放鼓励 他另外500亿保留下来 那国家就说不行了 你这样逃我的税 你发放鼓励 我可以增到鼓励所得税 那你不发放鼓励 不就逃我的税了吗 为了避免他逃税 就把他克 保留盈余加 保留盈余的税10% 这叫做保留盈余的特税 但这个也不是很有道理 所以他把它讲成5% 为什么没有道理呢 故事是这样的 张宗摩说1000亿 赚了1000亿 他只要发500亿的土地 另外500亿不发 不见得是为了逃税 而是为了再投资 盖三难余的厂 懂吗 台积电钱从哪里 台积电动不动盖 一个厂家好几百亿 好几百亿 所以他之所以不发放一部分的鼓励 是为了再投资 所以他再投资 你干嘛把它克税 所以这不是没有道理 所以这个也可以 那外资的鼓励呢 从20%进到21% 中央民国的鼓励所得分两类 一类是我们赚的 一类是外资赚的 外资呢 它的鼓励所得税 就只有百分 原来就只有百分 21% 我们的鼓励所得原来是 并入征服的所得客 上次不是有个图吗 那个图里面有好大一块鼓励所得 我觉得就是有钱人 对不对 所以那全部进入综合所得客税 那外资呢 就只有 就是分离客税 它们只有20%的税率 那差别是什么呢 什么叫分离客税 就是它单独克20%的税 那这有重大的差别 现在假设把我的鼓励所得分离客税 假设我的私有钱人 那我的鼓励所得 就适用20%的税率 原来不是40% 或者原来是45% 对不对 那差20% 差很多 所以 我是有钱人 我非常在乎 鼓励是分离客税 还是 还是中和所得一起客税 那你说外资 为什么要分离客税呢 incidental 这种樱桃 都要分离客税 就是偶发所得 今天你提几个例子 房屋买卖所得 土地增值 就是 我20年前买一块地 我现在把它卖掉 赚2亿 30万50万很低 是有很低的便利税率 我今年不小心卖了房子 赚了2亿或者2千万 就要把那 磕这么高的税 是没有道理 因为我是偶发的 懂吗 偶发的钱 你不能把它累积到 那么高的便利税率 你要用单独的税去和它 外资 它极可能是偶发 它极可能难以掌握 所以我们外人所得 全部是分离客税 是因为它难以掌握 你不在它发生那一剎那 把那个税拿到 它就跑掉了 外资外人就跑掉了 所以有两种税 要分离客税 一类是偶发性所得 另外一类是 你不克它 它就会跑掉了 那种税 这两种税 你要分离客税 所以外资呢 是克20%的 那个 独立所得税 所以我们刚刚说 为什么要分离客税 正常是综合所得 所有的所得 加在一起 克税 但是 然后这里面有很多种 什么鼓励所得 薪资所得 执行业务所得 一大堆 利息所得 一大堆 但是例外 就两种 一种是 无发性的 第二种是这个人 是难以掌握的 这两种人是分离客税 可是内资啊 就是我们 一般人的 就没有道理要分离客税 因为我也不会跑掉 我也不是偶发性的 我们上次不是看了吗 看你们 面色 呆滞 我们上次不是看了吗 那个死有钱人 他的鼓励所得 是底下 蓝色那一块 万增之一的家庭 他 绝大部分的所得 是鼓励所得 千分之一的家庭 百分之一的家庭 那这个绝对不是偶发所得 各位贤神女士 这是偶发所得吗 在哪所得的百分之七十 怎么会是偶发所得呢 吴家 吴家 蔡家 怎么会是偶发所得呢 所以在学理上 他不应该分离客税 他应该是用百分之四十的最高税率吧 不是吗 有哪一个 自己智商157开中号的 觉得不该 所以我们的鼓励所得 不应该分离客税 鼓励所得分离客税 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从百分之四十 降下来 那我们二零一七年的税改 就是把鼓励所得 从百分之四十 就是纳入中和所得的 百分之四十的税率 降成百分之二十八 一次就降百分之十二 我们再回顾一下 这样给富人降了多少税 所以假设是王文雅 他绝对在这里 他有百分之七十的所得是鼓励所得 他的所得税率 就从百分之四十 降到百分之二十八 你认为有没有道理 你认为有没有道理 你认为公民公平 你说不降降 内资外资的税率差很多 他钱就会留在开麦群道 那你留啊 我宁愿他留在开麦群道 我喜欢王文雅去那边开法拉利 那你要回来开法拉利 你就给我付高税 你要不然去买一个岛 我为什么要他的钱回来 我为什么要他的钱回来 炒房地产 让大家房子变贵 不必要啊 好我刚刚说的很多观点呢 都有谢金河说的 谢金河是什么财讯传媒的 他的名嘴 他说啊我们要降那个鼓励所得税 要把它分离克税 那因为内资呢 他的税率是40% 外资呢只有21 那这样就会使很多的外 很多的内资装成假外资 他就把钱移到开麦群道 从那边下单买股票 真的鼓励所得税 就到那边去 那 他说我们如果这样的话 克不到税 你看这就是刚才讲的651 就是我们的克税 不是为了克到税 就像服兵役的疫期 不是为了要减少逃兵一样 那而且所有的税 都有可能乔装套利 所以你堵住了开麦群道 还有香港 还有港资 你堵住了香港 还有深圳 还有上海 所以你不可能完全堵住 我说香港的税率 所得税率是17% 所以你要真正完全堵住人家 就是套利 乔装成别的资本套利 你只有一条路 就是把我们所有的税 降到跟香港一样 那这样才不能跑来跑去 因为你要真的平 就不会跑来跑去 按照联通管原理 只要有高有低 那就会跑来跑去 往低的那边跑 你要完全阻止他跑来跑去 只有一条路 就是大家都一样平 最后啊 说外资的税率只有21% 还有一点错误 那个错误就是这样的 假设我是美 我是外资 我是美国人 我是真的外资 那我在台湾投资 按照我们原来的税法 就是要21%的编辑税率 那你认为我的税率 就是21%吗 不是的 美国人的课税 要全球所得课 所以我回去之后 就要向美国的财税单位报告 说报告 我在台湾赚了一千万 一千万鼓励 他已经给我课了210万的税 我还有800 790万的所得 我在试用美国的税 你懂吗 所以我课的税 并不是只有21% 而是21%再加上美国的税率 并不是课完21%就结束了 并不是课完21%就结束了 所以后面那一段就不讲了 原因是这样的 原因就是说 有人说 有人说我重复 我那一点都不重复 我们讨论税 一定要把自己的背景拿开 假设我是一万富翁 我的说法跟现在没有一点不同 因为我现在是professor的角度 我在上课 我在跟你们讲理论 我在跟你们讲的理论 不会因为我是有钱人 或者没钱人 而有差别 这叫做中性的讨论 懂吗 我们每一个人讨论税 公不公平 该不该怎么做 就只有一个角度可以讨论 否则就变成斗争了 我们不是要斗争吗 所以我有土地 你们有土地 然后你就说 土地要圈圈圈 那叫做土地阶级斗争 我们不是要这样搞 我们想要搞清楚 税是怎么样合理 或怎么样不合理 所以我才说 ambition sensitive endowment insensitive 这是一个理论概念 这个概念 不因为你有钱没钱 而有不同 同样 税该怎么样 不因为你是有钱人 或者没钱人 或者我是有钱人 或者没钱人 而不同 所以我为什么要去看 那个分配 那个分配就非常清楚告诉我 某一个税是对谁有利 对谁不利 这是清楚的统计数字 所以任何一个人主张 必须要找到议论基础 和统计数字 那谢金河没有 谢金河鼓励什么是多少 你拿出来 你摊出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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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知道 你讲不是为自己讲话 假设蔡云中啊 王文明洋出来说 我主张鼓励所得 要完全免税 那就没有意思嘛 那就变成说 大家 大家因为所得不同 而主张不同 这叫讨论嘛 这叫斗争嘛 这叫斗争嘛 那如果真的要这样子 我也不怕啊 我也不觉得 会输啊 你要表决的话 谁会输呢 但是媒体是不可以这样搞的 媒体的角色就不是这样的 媒体是一个中性评论 你不能够自己 因为自己的私利 或者是自己的财产 完全没有讲你的结构 就主张某一个东西 延然是一个中性的角色 这就不对 你懂我在说什么吗 你既然是媒体 你就是公正的评论 你公不公正 你必须要取信于我 你取信于大众 如果一个报老板 都是死有钱人 结果报老板就整天在鼓吹我一个税 这就不对了 我们现在快到选举了 我们现在不是有一些媒体 是明显的怎样怎样吗 那就没有意思 媒体可以有立场 但是新闻不可以有立场 媒体的评论可以有立场 但是新闻不可以有立场 知道这个差别吗 比如说社论可以有立场 但是新闻不可以有立场 你不能新闻说我是蓝的 结果所有绿的新闻我都不报 或者我是绿的 所有蓝的新闻我都不报 这叫扭曲 新闻不该是中性的 评论可以有立场 唉 所以我说回到图 6.3最清楚 哎呀6.3就是中央那个图 可能我的标示 对 你 对 你 对 对 对